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楼东侧窗户,由两名恐怖分子劫持一名人质,手持一把长枪,一把短枪,在窗户左右来回游动。报告完毕。 继续隐蔽,等待命令。 2013年10月,天津东郊某基地,一场反恐演练正在紧张进行。武警天津总队六支队的特战队员奉命对被劫持人质实施营救。 在狙击手的掩护下,行动小组迅速展开行动。 一支精锐的反恐突击小组一般由五人组成,一名后卫,一名爆破手,一名观察手,和两名突击手。 小组的指挥官往往由突击手担任。 突击组长张萌萌非常清楚,他们要完成的任务并不轻松。 在实战中,建筑物内部解救人质是情况最复杂,危险程度最高的任务之一。 对于我们的警方也好,或者军方也好,你在一个你平时没有过多的去参观也好,或者说没有过多的去进行演练也好, 那么这个建筑物内部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你走的每一步下面会不会遭遇其他人,你都是一个未知的状态。 而且我们说这个建筑物内部,就算你拿到了这个平面图,你能看到的是一个,就是没有包括内部陈设的这么一个环境。 那么假如说这些这个恐怖分子也好,或者犯罪病也好,他用一些日常的家具,像书柜啊,或者书桌之类的, 他可以很容易地制造这种,我们说障碍,或者甚至是掩体。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每一步,或者说你的每一个拐角都是危机四伏的。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八名黑九月恐怖分子成员在运动员驻地,劫持了九名以色列运动员。 西德当局开始了拯救人质的行动,随后双方展开激战,恐怖分子依托建筑物赋予顽抗, 枪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警察在清点尸体时,有五名歹徒被击毙,西德警官一人死亡,几名警察受伤。 九名以色列人质则全部被恐怖分子杀害。 营救行动失败后,世界舆论哗然,纷纷指责西德警察无门,抨击西德政府使人质生命如儿戏。 这次恐怖事件让西德承受了奇耻大辱,也使西德政府对日益增加的国际恐怖活动产生了危机感。 那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一个范例。 所以说德国人当时的看法就是首先要建立一支专业的反恐部队, 就后来我们说GF-C9就建立,而且一般的警用装备和金用装备, 实际上不见得适合这种,我们说反恐和解救人质的这种场景。 所以在后来呢,德国人就开始研制像MP5这样著名的, 现在我们说最著名的警用冲锋枪之一,包括击击手。 他当时德国人这个德国警察其实安排了击击手, 但是实际上做到了反效果。 那么后来德国也很仁仁地去做这种高精度的警用狙击步枪的研制, 就是我们说军用的一些技巧不见得适合真正去对恐怖分子。 因为你的面前有可能除了恐怖分子之外, 还有平民甚至说有一些人质。 那么假如说你的一些不必要的行动导致了人质伤亡, 那么你即便击毙了恐怖分子,你的行动可能也失败了。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慢慢地将这个客警, 或者说我们说用于反恐这些警察部队从这个军队里面逐渐独立出来。 面对这样一状多层建筑, 区区五名特战队员如何能够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快速接近并确定歹徒的位置? 这是一个现实而棘手的问题。 除了狙击手的远距离侦察以外, 更为重要的是依托一些特殊装备进行的抵禁侦察。 用过各种技术手段去实时获取屋内的契机, 因为你要了解的这个屋内的位置信息不光是你的墙面在什么位置有多厚, 这个还有包括像家具的陈设,像这些人员所在的位置, 这个是你发动进攻,乃至于考虑怎么行动的最重要的一个第一手资料。 这个器材也是我们一种侦察的用的, 中远距离侦察的器材, 也就是说在距离比较远, 也不超过44米或者5米的时候, 或者是利用窗户进行侦察, 可以看一下前方是一个摄像头, 上面是摄像头, 对摄像头, 然后通过摄像头侦察的那种可以在显示屏下显示出来, 就在这个位置显示出来, 然后这上面有一个操控键, 是调整摄像头的前后摆动, 或者然后就可以看到屋内的一些情况。 这就是屋里的情况是吧? 对,现在就是屋里的情况。 这种看起来结构简单的特种装备, 在城市反恐作战中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在它的帮助下, 突击小组快速推进, 但在一些转弯处, 突击队员不得不慢下来, 因为处理不好的话, 转弯处就会成为死亡之地。 这个CQB就是我们的近距离作战, 那么首先就是说你的队形可能是很密集的, 那么你的建筑物的过道的尺寸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像日常的作战中去做一些比如卧倒或者其他的一些动作, 因为两个人的距离可能只有五米,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在最短时间内去消灭, 比如说对方的持武器的对方, 那么同时不被对方消灭,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走每一步, 你的整个队形你应该是做到一种全向的航域, 或者说你在拐脚的时候, 你要能够预先的知道拐脚的那个方向有没有敌方的持枪的匪符, 那么这些行动都使得近距离作战带有很大的危险性, 而且突然性和这种未知性都很大, 比我们一般意义上在野外作战中这种, 大家相隔几百米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这个可以就是说生死是在瞬息之间。 在步步精心的室内战斗中, 除了通用的制式武器之外, 一些针对近距离战斗环境开发的新式武器也在不断推出, 此时反恐小组兼兵使用的武器就是大名鼎鼎的拐弯枪。 因为一战中的滚弯枪呢, 它是通过这个枪管的这样一种, 就是等于枪管有一个角度, 那么子弹是从这个, 就是绕过, 是在枪管里进行飞行, 在这个弯曲的枪管里飞行最终打出去的, 像以色列他在这个实战中发现呢, 他大量的进行这种近距离作战, 城市作战, 屋内的作战, 他必须有这样一种装备, 能够说是让你的这些持枪者在这个墙的这个方向, 能够知道墙那个方向的情况, 而且你的射击呢也要足够精确, 所以他的用的方式呢是用这种电子的, 就是我们说这种实时的光学的设备, 去拍摄这个这个拐角那一边的情况, 同时你的枪身和整个枪管也是在这个拐角另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呢就能做到精确的打击, 准确的设计, 同时呢也能够保证你自己在一个很安全的位置, 阿莫斯戈兰设计的拐弯枪系统, 能够与世界上的大多数自动手枪装配使用, 系统包括高分辨率, 袖针摄像机和监视器, 使作战人员能够从各个有利位置观察目标, 在现代作战环境中, 尤其是低强度冲突, 拐弯枪可使士兵在敌人的瞄准线外定位并攻击目标, 该系统于2003年12月15日正式在以色列亮相, 目前正在世界各地的特种部队, 军事部队和执法机构中使用。 突击队员手中的拐弯枪, 是我国自行研制,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装备, 这种拐弯枪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 它在战场上究竟能解决哪些问题, 它好操作吗? 我们的摄影师准备去亲身体验一下。 这是在一个拐角的位置之后, 然后我们进行拐角射击的时候, 可以先打开这个设备, 这一个显示器, 首先我们就可以从显示器看见摄像头的拍摄画面, 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画面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进行拐角射击的时候, 就是把前方它的922手枪进行移动, 然后我们人就是在它一个拐角的位置, 然后通过显示器这个十字准星进行瞄准射击, 然后是把这个移下来, 对, 到位之后把这个收回来, 这是一个拖沃的地方, 人完全不漏出来, 对, 可以减少身体的暴露, 就可以描露这个肥肤, 对, 因为它是一个922手枪和这个系统, 对, 你需要在922上面进行拉套装上弹, 好, 瞄准了, 瞄准之后就可以进行射击, 就是一种比较实用的东西, 因为相当种直角拐角弧度比较大的地方, 假如不利用这个系统的话, 身体是直接暴露的情况下, 容易在双方的情况下比较大, 而利用这个系统之后, 我们可以在隐蔽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下, 进行一个拐角观察, 如果有情况的话, 直接就可以利用这个设备直接射击, 闻所未闻的侦察装备, 精巧实用的拐弹枪, 身怀绝技的特战队员, 能否成功解救人质? 反恐精英, 科技之光正在文明播出。 经过谨慎细致的排查, 突击队员已经确认了匪徒所处的房间, 突击小组接近房门, 建在弦上的特警队员, 并没有立刻突入房间, 而是在张萌萌的指挥下, 把一根黑色的软管伸入了门缝。 这种黑色软管和显示器, 就是被反恐专家亲热地称为, 透视眼的电子视频内窥镜。 需要提供保护镜属在招待的风险。 现在的御保护镜已经是传统医上医用状态, 那么我们说在进入一个屋子里, 为什么要御保护镜那么多? 第一,我们的房间有很多的缝隙, 或者说管道, 你可以把东西申请, 其次, 现在的医用御保护镜, 它所需要的空间和它所抱上的附加的影响很小, 它几乎是一种无声无息就能够最终被身体员也亏散屋里所有各方面的一个情况 它可以几乎做到一个三百六度的周识 那么像美国上BA或者像国家政治这样的相关部门 它都有种状态 所以我们深入一个房间 比如说从楼上和楼下 深入这个人口肤定之后来亏散屋里 能够达到一个长期监视 而且达到一个系统相关政治的一个座位 恐怖分子挟持人质躲在某个空间内与警方对峙 并以杀死人质来威胁警方答应他们的条件 在谈判专家与恐怖分子周旋的时候 一根黑色的软管被悄悄的深入洞中 随后露出墙面的管头左右旋转 所有人的活动便被清晰的传到远处指挥员面前的显示器上 这样一来指挥员就可以准确的掌握现场的情况 然后部署人质解救方案 在人质危机处理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现在不少大片中经典的反恐桥段 这种似乎无所不能的窥镜 在实战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表现 它的原理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也就是一个一种挣扎器材 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屋子的外面的时候 不了解屋内的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器材进行利用它底下的门缝 或者是墙角墙缝这些东西 这个此镜头可以360度旋转 无此角 把这个东西前面这个卡进去之后 就可以通过这个显示器来看出来屋内到底是什么情况 比如说里边有两个劫匪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个看出有两个劫匪 屋内的情况一目了然 对于我们来突击来说一个很好的帮助器材 现在可以看到屋内有一个电视 还有一个房桌 这边一键门往左还有一个屋子 对门在这是吧 对对对 这就是现在侦察的一种情况 屋内的情况 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 对对对 那咱们可以打开门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可以可以可以 这屋里一张餐桌 一张餐桌 然后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电视 还有那个电视过 这边有一个门是吧 对 基本上刚刚从那里都看到了 对对对 那还是挺清楚的 因为它那个摄像头的广角比较大 所以那个我们侦察的时候能看得比较清晰点 而且它是上下左右动的 所以房间一般情况下 所有的地方都能看得到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死角 对 房间的格局 歹徒的位置 特战队员都已经一清二楚 突击似乎一触即发 可就在此时 队长下达了撤退命令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成功的机会人质 我们需要找一个房间进行环境演练一下 而且是队员所有都属于这个房间的情况之后 才进行在进行房间进行图 确保人质能完全解决 那如果真的进行这种 解决人质或者攻击行动 那么你要做尽量降低人质和你的强劳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惯 你能走的每一会安全 那么有一比一这样的模型 你就可以了解哪一个环境 或者哪一个这种通道 有可能会被对方买 会有什么样的买 这样你就可以预先做分约准备 破门这一下 就告知骨子本地已经发起了强劲攻击 那么这个行动能力也肯定很大 破门失败 或者发动行动后 失败的意思就是08年 这个印度的港股部队在孟买 跟这个独物分子进行一场 三天的长时间的混战 当地时间2008年11月26日晚 到27日凌晨 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 发生零环恐怖袭击 遇难人数100 并有300多人在袭击中受伤 孟买的两家豪华酒店遭受重创 当地警方证实武装分子使用手榴弹和AK47冲锋枪 袭击了孟买市中心火车站 维多利亚火车站 泰基马哈酒店 孟买市政府等著名建筑 武装分子还从警方和印度特种部队发生激烈交火 在交火中 孟买反恐各种部队出力续职 那么这个混战呢 在全世界那几年前 展示了这个印度的相关军队部队的无能力 但是我说当时印度方面 就压根连这个冲进建筑都没有感地形 因为当时这个最后的这个个案场景 是一个大型的饭店 那么这个饭店是否肯定有500多个房间 印度方面认为自己压根是不可能说冲进去之后 一个一个房间去找对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在反复进行针对性训练之后 突击小组再次出发 正当突击小组一切准备就绪 随时准备破门时 一个情况打乱了他们的部署 指挥部通报 在距离不远处发现爆炸物 无法判断恐怖分子手中是否若有遥控器 在初步确认人质安全的情况下 突击小组决定先行撤出 进攻被迫中止 排爆机器人登场 真是能否毫发如伤 反恐精英 科技之光正在能播出 为了能够安全高效地排除爆炸物 特警派出了排爆能手和他的搭档 特警派出了排爆能手和他的搭档 我们这些排爆股 现在虽然有后路的排爆股 但是因为它这个爆炸物的 这个当量的比较大 有可能你是现在 这个100万元的二百元 你是不是这么一更大的一个爆炸物 你这种排爆股是这么一种的行业 那么在反恐核战中 如果说它的手里没有人质的情况下 你只需要把这些可能做的 消灭的情况下 那么无人设备的技术 会最大限的消灭几方向 排爆机器人可以用于 多种复杂地形进行排爆 主要用于代替排爆人员搬运 转移爆炸可疑物品 以及其他有害危险品 或者使用爆炸物销毁器销毁 也可以代替现场安检人员 进行实地勘察 在一些型号上 还可以配备枪弹 对犯罪分子进行攻击 从画面上来看 机器人的操作似乎并不复杂 但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能成为合格的排爆机器人 操作人员呢 为了能够对操作人员的技术 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我们的编导可以设计测试 在这儿有一个酒瓶 一会儿您那个 就是防爆机器人 能不能把这个酒瓶 从那个位置拿到我这个位置来呢 这个可以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们试试看 好的 这酒瓶本身可比较光滑呀 它不会拿着时候就失手了吧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看着可有点危险 就放在这儿呢 就放在这儿 好像放在这个点特别不好找是吗 这技术确实不错 不过规则的玻璃屏 似乎过于简单 我们的编导决定增加难度 板奖是这样的 我看刚才您在调动这个酒瓶的时候 除了看这个屏幕之外 好像还一直在看 就是我们机器人那个位置 是的 我好像刚才就是我了解到 一般在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 里面的情况不一定是看得到的 对 所以现在呢 我给你加点难度 第一个呢 就是酒瓶 起码个体比较大 我换一个这个 这个呢 就是因为蔬菜嘛 可能一不留神就会加烂 所以力度上得稍微注意点 调换一下位置 背对着 就是不要面朝机器人 可以 防止你作弊 机器人得首先过来 从我手里拿到这个柿子胶 我们在不少警示剧和纪录片中都能看到 爆炸物一般都非常敏感 震动 昏叉 都有可能导致爆炸 我们的排爆机器人操作手 能否把加起爆炸物的力度 控制得恰到好处呢 我们的颠倒 出了一个难题 苹果这儿其实能看出 加的是就是用力比较大的 它有点异 那如果我把你这个实验难度再提高一点 加一个易碎的东西 我们加一颗鸡蛋 你还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能 现在这儿有一个酒瓶 如果说让你把这个鸡蛋放在酒瓶上 这个任务它能完成吗 可以 也可以 是的 确定 确定 手这样放都会觉得摇摇晃晃的 一会儿你用这个机器人 把鸡蛋放在这个酒瓶上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我们拭目以下 看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终极挑战 鸡蛋 来 还给它拿上 我们可只有这一颗鸡蛋 哦 放上了 观众朋友看一下 鸡蛋稳稳地放在了酒瓶上 而且呢 没有任何破损 在富士广的操作下 整个过程有惊无险 还告机器人迅速完成任务 爆炸物被安全转移 最后的时刻 终于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习任务顺利完成 这只是这些年轻人日常训练中的一个很小的 不科技的装备 高强度的训练 人与装备的高度结合 这群年轻人在远离繁华和熏悄的地方 践行着自己的誓言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时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 因为国人参加您外 nets